我是Style Master 2023 怪物之人 超認真少年 超認真過每一天 就算你在切紙 然後畫圖 做工程 開扎輪機 或者是切木頭和鐵 然後你都每分每秒 專注在你眼前的那個事物上 都把它當成是你人生最後一次 在做這個東西 那就是超認真 比較不是大家照著正常的 考試升學線性的去走那個 我自己對於自己的人生的樂趣 比較像是廣義式的 像一個扇子這樣打開的 然後我喜歡什麼都晚一點 但最後從這個當中去理出一個 自己的理論 我在從不管是從做學圖啊工地啊 然後做學模具啊 學機械啊 就是我覺得每一段的日子裡面都會有一個很厲害的貴人 然後那個貴人他都是一直想要試著把我推到下一個 下一個世界 然後到現在做新媒體 新媒體我又遇到了新媒體的貴人 然後學教你怎麼樣做公司 然後做公司就遇到很多企業的貴人 那我覺得他們可能在一般社會大眾看起來都是那個很小的那個一般人 但是他們是一個一直出現在我生命當中一直鞭策跟督促我 想要讓你好好思考你到底你為什麼而活著的角色 他有點像是幫我看了很多階級很多產業之後 然後讓我更清楚的知道 我原來我喜歡的是什麼 印象最深刻的 如果選的話我會選美麗的香腸攤 就是有一支我們拍了一個紀錄片 然後幫一群朋友幫忙一個賣香腸攤的奶奶改造他的香腸攤 對然後那個是我們頻道很初期很初期的時候做的 然後也是我們第一次入圍總統獎的影片 雖然那支影片最後沒有得獎但是它在我心目中是一個 原來一個Youtube頻道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存在 給我們很大的信心跟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到現在都完全不後悔做的事 我們現在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我們是做頻道啊 做工程啊然後做工業顧問的角色 但是我自己很想要讓不同樣產業 不同樣階級的人能夠互相理解 能夠互相知道原來不一樣的思維 他所得出來的答案跟方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當然我們頻道雖然都是以工業為主題 但其實我們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這一切的世界都是平等的 這個世界是很大的 而且它充滿著許多有趣的事情 然後都可以讓你去好好的作夢 前作詞和曲抖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